接下来我们再到各地去看看我们直播点的情况 首先为大家要连线到的是河北石家庄台的主持人乃哥 请他带我们去赵县的这个历史名桥赵州桥 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中秋民俗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许家庄台主持人乃哥 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您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许家庄赵县的河庄律师 说起赵县的文化渊源可谓是渊演流场 因为他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 那么每到中秋的这一天 当地的百姓都会齐聚在一起举行盛大的中秋会演 用来庆丰收客团圆 说到当地的特色 您刚才看到的河庄武师和其他的地方就不太一样 因为他是武术的武 当地的人就把少林武术和武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你看他们可以走梅花庄 还可以狮子望月 翻根筒等等等等 当然一朝一世之间都能够感受到上海的风采 除了看武师在中秋学的这一天 还可以在赵县看到非常有名的赵州三谷 而在我身旁正在表演的就是三谷当中的飞灯跨谷 飞灯跨谷已经有340年的历史了 而它最大的色字就是表演者要腰跨小谷背后飞灯 你看每个表演者的头上都有个这样红红的小灯笼 这个红灯笼照在喜气洋洋的脸上就有红韵当头的美好意义 可是您知道吗 这个灯笼在最早的时候是用来照明的 它里面用的是油灯 所以在表演者喜庆欢腾的同时 要保证这个灯油复杂火出不灭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可是就是因为这个它成为了赵州一绝 和我们飞灯跨谷并称为赵州三谷的 还有赵仙的湛谷和善谷 从我们的直播画面当中 你应该可以看出到 我们的湛谷可谓是雄魂壮烈 而我们的善谷呢 都是以女性表演的 突突的就是它的精巧和优美 你可以看到同样是精彩绝伦九富盛名 但是在赵仙最有名的还不是赵州三谷 而是我身后的这座石拱桥 一红黑度毅历千年的天下第一桥 赵州桥 你知道吗 它虽然坐落在赵仙 但是却闻名辖尔 同世界上的苏伊士运河 埃菲尔铁塔 比萨鞋塔 共同屹立于世界的土木建筑之灵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展示一下 这天下第一桥的独特奥秘和风资 赵州市桥什么人秀 玉石栏杆什么人流 昨天我们看到这座桥 这就是赵州桥 它建于C的 由著名量室黎春石器建造 圈长64.4米 跨度37.02米 它的供室就是供丁 到七宫线这个垂直距 是7.23米 这地方是1.5 这张算下以后 这个桥面的坡度 每天的100米上成5米 这张成量平坏 像这么大跨度 这在我们国内 直到158年才有超过它的 它把这个蒸根这个公圈 分成了28道公圈 可以独立只成4成1梯 一带一刀公圈出问题 不至于整个桥摊 让赵州桥的算质都非常可确 它的这个桥极非常简单 这是随带的第一块 这个珠宫的七宫室 它的下边都是桥摊 经过1400多件的考验 这个桥摊的下阵水平差 只有5公分 说明它的技术是外侧可靠的 这咱们可以看到 珠宫上边 外侧北侧 各设计了两个小贡 这是李淳 在世界建桥 实际上的一大法民创造 它可以变成建桥材料 增加了珠宫的配空量 历史上记录法 特大的洪水有提示多次 地震 大的地震有十几次 对这个蒸日的桥 都没有多大影响 1400多年的一类 赵州桥始终没有停止过使用 直到1956年时 他在座位的温温 供游客欣赵州桥 能用1400多年 去说明了一切问题 中国的珠桥 这是读一无二的 赵州桥让我们感受到了 赵县悠久的历史文化 但是来到今天的 民俗会员现场 你不得不看的就是 当地的高超的这些技艺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石板画 充满了古香古色 而且技艺精湛 还有这些小朋友们 特别喜欢的捏面人 你看五彩缤纷的 很多传说当中的人物 都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 当然最具要给您介绍的 条件的就是 我们很有能够代表 中秋喜庆气氛的 中国剪纸 这位就是三代剪纸艺人 曹大姐你好 你好 我们来给看看 这个曹大姐刚刚在直播前 就开始制作的剪纸作品 赵州桥 是不是栩栩如生 而且非常的精致 里面还有送给我们 全球华人的一句祝福 传奇中国节 中秋快乐 大姐您现在剪的这是什么 西营十九大 上边招牌 坐在这片刻 快乐 说得太好了 大家看看 这花团紧促的是 喜营十九大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心情 都和曹大姐一样 是希望这关乎我们百姓 福祉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因为有了更好的政策 我们的生活才会过得越来越好 日子才会越来越甜 说到这个甜 我真是觉得赵仙人 太有发言权了 因为他们这有淬甜的雪花梨 这里又称中国雪花梨之香 那据我了解呢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 正好是梨农采摘雪梨 卖雪梨的好时候了 那据我了解 当地的梨国的种植面积 在二十五万亩 而它的年产量 又达到了五亿公斤 同时它又演效到了 全球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每年的出口量 在三千九百万公斤 你能想象吗 那我们算了一笔账啊 这个每亩梨园 每年可以给每户的农家 增加六七千块钱的收入 你想想 这老百姓的腰包股了 心里能不甜吗 那也正是因为人们富裕了 所以有更多的经济神 用来提高雪花梨的品质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来看一看 这一年一度举办的 梨农争霸大赛 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我们看到现在 评委老师们呢 用这个电子称来称重 然后用这个仪器来测详 严度 不知道现在这个评选结果 出来了没有啊 马上出结果 太好了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来见证梨王诞生的一瞬间 我们猜一猜到底哪一个是 有结果了吗 四号 四号 哪一个是四号 这个就是 我来颠一颠啊 哇 够沉的 还有个二斤 二斤八两 二斤八两 将近三斤啊 观众朋友们 我想这么大的雪花梨 只有在赵县才能够看到 不得不说 真的不愧于大家的评价 赵县的雪花梨 可以和我们的赵州桥 齐名天下成为赵州一角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通过一个短片 来领略一下 千年离城的风貌 十月金秋起 梨园秋一农 每年中秋节前后 在赵县的万亩梨园 总有雷雷硕果 坠满枝头 赵县雪花梨之所以文明 就是因为 这里的雪花梨 不仅果肉洁白 如霜似雪 而且枝甜味美 酥脆爽口 自古就有大如泉 甜如蜜 脆如蜜之说 所谓中国雪花梨之乡 赵县与雪花梨的结缘 要上诉到两千多年前 直到现在 我们还可以在梨园里 找到树林近千年的老梨树 我身边这棵梨树呢 就有着八百年的树林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仍然是枝繁叶茂 那么当地的梨农告诉我呢 像这样的古梨树 平均每棵能产离七八百斤 那么在赵县 像这样树林在百年以上的古梨树 就有三万多棵 千年光阴 孕育一树芳华 如今 照现雪花梨 驰名中外 而在当地人看来 雪花梨 不仅是一项甜蜜的产业 更是一种中秋必备的特色食材 口感清爽的梨片炒木耳 滋补润肺的银耳雪梨汤 色香味俱全的雪梨披萨 在世代重梨的赵县人手里 以雪花梨为主材 能做出少则十几道 多则三四十道菜品 而无论是煎炒蒸炖 他们都能把雪花梨的甘美香甜 发挥到极致 在赵县一直流传着一种 中秋吃梨不分梨的说法 寓意永不分梨 所以满满的一桌全梨宴 成为赵县人 每年中秋念念不忘的团圆饭 哎呀 这个雪花梨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吃法 阿们